大家好,我是小包,今天我们要做一下小黑塔 上期我们的神剑,神稿,还有一身的钻石装备 全部都被凋零给炸掉了 想要快速重新获得那些装备的话 必须得刷点经验值了 所以我们先来准备一下做小黑塔的材料吧 需要用的很多的方块 这个树叶就挺不错的,可以挖一点 然后还要一把有经验修补的钻石剑 一趟过去做完,直接把经验砍满了,然后回来 还得给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升级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命名牌 然后家里的铁也不是很多了 全在那里做信标了,现在又得把这个信标给拆掉 正好跟这个经验修补的村民换一下 把它换到比较高的等级 这经验修补我们后面也可以用的 19个绿宝石一个命名牌 我们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拿去命名那个莫银满的 防止莫银满刷掉 好,现在就可以去造小黑塔了 挑一个岛屿最边缘的地方 然后往底下浇一下岩浆 再往边上倒一桶水 倒水的时候有点小失误,重新弄了一遍 搞得底下一团糟 不过不是很要紧啊 这个原石柱子到了最底下之后 我们再搭一个上去的楼梯 方便我们下次来回 接着我们往远处搭草方块 搭到视野距离等一巴的时候 就看不到主岛的地方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铺一下砍小黑的平台 我用这个地域岩来砍小黑啊 放在墨地 有一种特殊的风味 然后再往上面铺 中间可以空点格子啊 不要刷出两格就可以 这样子可以节省一点方块 然后小黑又不会跑出来 接着就是在顶上盖一个比较大的 可以刷小黑的平台 盖完之后再往中间放一个墨银满 把小黑给骗到中间去 他就可以不停地往下面掉了 小黑是非常讨厌墨银满的 好,终于弄完了 我们现在的话在中间放一点火板门 等会儿这个小黑就可以掉下去了 召唤一下墨银满吧 我只带了16个墨银珠啊 不知道够不够诶 我现在之前丢三四个就丢出来了 这16个应该不会丢不出来吧 哇,什么呀 我 我丢完了都没有掉出来 正好上面有小黑啊 我重新刷一点吧 诶,这个小黑还把我垫脚的草方块给搬走了 什么鬼 没有时韵的剑,打小黑好费劲啊 OK,继续砸一波 12个珍珠啊这次 不会又不够吧 我刚去查了一下 他这个概率是5% 也就是平均我们丢20个珍珠 就可以砸出一个墨银满 好,非常好 又砸不出来 最后一个 哎呀 再打一波小黑吧 哇,别搞呀 现在珍珠是够多了 我食物不够了 这每次砸一下珍珠要掉掉我 接近两个血 我包里没吃的了呀 我没想过要这么多珍珠的 哎,最后一口肉了 咋办啊 我都不敢丢珍珠了 等会 等会丢出来 那个墨银满把我杀了就完蛋了 这怎么搞 啊,最后三个血 啊,回家一趟吧 那就没办法了呀 我们坐船下去吧 得慢慢走回家 真麻烦 精确落地 哎,哎,等会儿这小黑有仇恨呢 哎,我 啊,这次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啊,钻石剑都得重新买 还有买个命名牌 还好这些不是很贵啊 再附魔一下 这个是二代砍小黑砖用剑 就是你 刚刚就是你把我弄下去的 把它推到船上去啊 我有点害怕 我不敢直接打他 就是你是吧 就是你是吧 来来来 我带了三组的眼睛啊 然后20多个吃的 我就不信这次投 哦,两个就出来了 先给他命名一下 然后用矿车把它推住 nice 再把周围方块清一下 就大功告成了呀 这个设计好像挺巧妙的 中间一个柱子把它顶住 哇,这边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掉了 哎,但是好像有点问题 我这高度好像做错了 一刀秒不掉它们 好,小伙伴们 我稍微砍了一会儿 就砍了40多级的经验值啊 效率还是挺高的 不过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好,我们现在是刷到了100多级啊 然后我做了一个可以投掷 墨影珍珠的装置 现在掉下来的小黑 全部都可以一刀打死了 然后这边这个机器的话 我一打开 它就可以把里面的珍珠给丢出去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太多珍珠 然后把我卡住 我人都已经走好远了 这金烟球还围着我一直转 那么后面的话就是慢慢刷刷附魔啊 为了重新打造一套新的装备 我们的信标又被我拆烂了 上面的铁块越来越少了 这边有个附魔的村民 不知道怎么会消失了 我们重新运一个进来 我需要一个耐久三的村民 还可以给我们的翘翅附魔一下 小村民小村民 哦 11块的耐久三 nice 哇 我100多级的金烟 把其他的附魔一下 现在只够出一把最终的剑呢 这一出来之后 我们经验直接归零了呀 又得重新刷一波经验了 哎 不能拿带时韵的剑砍他们啊 只用一个经验修补就行了 不然这个小黑珍珠太吊针了 哎 终于咱们全套的装备做出来了 而且护甲我也做了三套新的 这个火焰保护还差一几 我们之后再弄 然后平时主世界就用那个爆炸保护 防止不小心被苦力怕给炸掉了 在家里找到了一个多余的凋零骷髅头 不知道啥时候打到的 我以前打到过一个吗 正好现在没什么用啊 把它放在这里当纪念碑吧 然后上次我们被凋零打的 我看了一下我是第99天被打的 不是100天 所以这个告示牌得换一下 然后凋零的纪念碑也是第99天 把头放在这个顶上 这看着像一个小型的凋零 但这个牌子要黑一点才行 再搞一个附魔台纪念碑 纪念一下我们的全套附魔装备 现在就差不多全套了 下期合金装备的话之后再说 下期合金装备要专门去地域挖一趟 还要做一个新的坟墓 刚被小黑给推下去了 很气 第106天被墨影人推下虚空 再插一个小花花 这边也插一个 哎来换艺了好久没睡觉了 哎他咋自己飞走了 哦我们这边有小猫 这换艺怕我们小猫的 他又被我们小猫给撕开 就是死就就把吼开 他这个跟苦力怕差不多啊 我们站小猫旁边就没事 这边的小黑怎么自己也养了一只猫啊 你也是有猫的人 嘴巴张大一点行不行 让你休息了吗 然后我们等这个信标建成 还要等刷铁机刷一段时间啊 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我们刷铁机效率比较低 现在这个是一盒刷铁机 我想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丛林啊 我想弄点竹子啥的 飞了大楼远柱一个都没有 我现在这个火箭夜话也不是很多啊 没法到处飞 那算了下次有机会吧 我们先来砍点树啊 接下来做房子的这个项目 我们一个都没有 家里的墓碑都没办法用项目做了 哎哎哎 哇 吓死了没带盾 怎么还有啊 哇 吓死我了 几乎没有扣血啊 你们看到没有啊 这个就是爆炸保护好吧 你看什么看 哎 哎我斧子呢 哎 我不 完了 我斧子不会 不会被我当剑气释放出去了吧 哎呀 这两个苦力怕 我斧子肯定没了呀 肯定被炸掉了呀 哇 我都 都效率5了 我的斧子 哎 什么呀 又得刷一波经验值 还好家里有个效率5的村民啊 很方便 OK 升级稿子 哎 铁针坏了 继续砍点树吧 我们房子还差一些啊 再把前面种的这个巨型云山墨给它砍了 哎 流浪拴神 隐身的流浪拴神 卖的些什么垃圾啊 把流浪拴神变成船了 以后就是这个羊驼来骑流浪拴神了 羊驼们从此站起来了 折腾了一会儿 我们这个信标也快凑满了 就差几个了 等完成这个信标 我们就开始建房子 收点小麦 喂一下牛 收点皮革 然后把我们家里的仓库 放上这个展示架啊 终于可以放展示架了 信标也满级了 耶 我们有急破二级了 纪念碑记录一下 第125天 信标建成 哇村民这边的食物也多了好多啊 不再缺吃的了 好 那我们下次就建房子啊 下次绝对建房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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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